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4年雅典残奥会 很多观众通过游泳比赛的电视转播 认识了这个用头撞出冠军的湖北小伙子 何军泉 游泳可以说给了何军泉第二次生命 1981年 刚刚三岁的何军泉 因为淘气爬上了村里的高压变牙器 也就是在那一刻 他欢乐的童年戛然而止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肩膀这里动不了了 然后我问我爸 我说 我说爸我手呢 然后我爸他说 你调皮嘛 手被烧坏了 然后医生把它拿掉了 然后我当时就 那我以后读书怎么办呢 那我还写字啊 我还吃饭呢怎么办呢 然后我爸就 没有说了 没说话了 他心里特别难受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家人开始为何军泉的未来担忧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家门口的一片眼塘 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有一次我们看到那边那个喂鸭子的嘛 很大一群鸭子 我们就想那鸭子在水里面能浮起来 我们为什么就浮不起来 我们就跑到那个田里 把那个鸭子抓住 抓住把它抓到那个宴堂里面 坐到那个鸭子背上 结果坐上去鸭子沉了 结果我们起来 那鸭子游着走了 游着走了我们就去追 结果去追 然后我就跑到深水区里面去了 有一人多深 我们下水的时候 也被水淹了好多次 在和小伙伴的嬉戏玩耍中 何军泉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 而他的游泳天赋 也渐渐显露出来 1995年 湖北省提委到荆州市 挑选残疾人运动员 是曾连推荐了何军泉 那一年他17岁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 一天晚上都没睡到觉 吃晚饭的时候 我妈他们还专门弄的一些好吃的 什么猪耳朵啊猪肉啊这些弄的 第二天就要出门去训练去了 在省队训练不到两个月 何军泉就在全省比赛中 获得了两枚金牌 这让他坚定了信心 有一天成为世界冠军 96年开始 我就把目标 比较像奥运会的 体育就是我的一个舞台 我就应该就是说 刻苦的训练 好好地来表现 让自己的实力 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通过这个舞台的展现自己 能够让社会认可我 认可我是残疾 不是残废 从那以后 何军泉每天的训练时间 都在四小时以上 至少要在水中游一万米 消耗的体能 相当于在陆地上跑步三十公里 在长期的超速和训练下 何军泉患上了味道病和寒冷盐 所以到04年那个时候 就很严重 疼得很厉害 经常就是疼得晚上睡觉睡不着 吃饭吃不下去 训练就根本就说 在水面上飘都要吐 从1996年到2004年 何军泉在国内国际大赛上 共夺得了26米金牌 七米银牌 七米铜牌 每一枚奖牌 都是他用头撞出来的 有手的队员到边的时候 就用手去促进那个祭司板 像我们没有 我们只有用头去撞 如果我们不用头改变的话 改变方式用背去撞的话 那等于又短了一节 所以就必须用头 能够争取一点时间 就争取那么一点时间 每次比完赛之后 我的头都会疼半个多月 撞得太厉害了 而且现在撞的时候 头上没有伤 而且在里面 伤全在里面 2004年雅典残奥会 何军泉撞头式的冲刺 让国人又兴奋又心疼 但是也许没有人知道 就在何军泉获得两枚金牌 两破世界纪录之后 他的胃病加重了 2004年雅典残奥的时候 因为在雅典赛之前 我就一直在吃中药 到比赛前的一个月的时候 我又什么药都没有吃了 就是腰疼的 走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上午的时候预赛 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开始的时候 胃不舒服 胃酸过多想吐 我拿包里一包榨菜 拿出来吃 这样在这个时候 我的教练艾老师进来了 艾老师说 当时看我的 坐在那个垫子上面 脚拿着榨菜 现在弯着腰去吃榨菜 他心情特别不舒服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怎么了 我说胃不舒服 吃一点榨菜压一压 然后我感觉 他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然后他就出去了 这是2004年雅典三奥会 200米会合勇比赛的情景 这场比赛 何军拳夺得了个人的第三枚金牌 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三天后 他以一枚金牌 接受了自己2004年的残奥会之力 领奖台上 何军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借过了鲜花 我认为我是一个强者 我的翅膀是我的理想 因为别人不能够做到的 我一定要去做到 曾经是和王志志同时代的篮球新秀 却因为一场意外双目失明 如今他用另一种方式 延续他的运动梦想 我的奥林匹克下期流入 李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